每个年关都是单身狗的大姐 你结婚了吗 恋爱了吗 七大姑八大姨 街坊邻居的深情关怀啊 不得不让每个单身狗们 是打醒十二万分的精神 提前备战各种可能被追问的每个问题 生怕的义不留心呢 单身狗变成了单身狗的木志明 但恋爱着的人们 是否便有足够的勇气 面对世俗的拷问呢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有车吗 有房吗 有多少从管 面对老家接踵而至的亲人们 恋爱中的任何一方 同样都需要有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若有不慎的便会面临一拍两散的沉重打击 面包和爱情如何选择 不仅是世界难题 更是一个人的生命命题 十年前 高亢的说者选择爱情的人 有多少能在十年后 依旧昂首挺胸的说 自己选择是正确的 十年前 家庭决心选择面包的人 有多少能在十年后 风风光光的告诉我们 自己是幸福的 没有面包的爱情是寒酸的 没有爱情的面包是索然无味的 所以贪心的人们都期望能 左手爱情 右手面包 一样都不能少 但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 谈恋爱是一回事 过日子又是另外一回事 或许因为这样 大家开始思考 爱情面包孰情孰众 爱情电影至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 就选择了直击这个残酷的人生命题 讲述了一对热恋青年的恋人 在爱情还是面包的选择之中 上演了一场悲喜交加的内心拉锯战 知性 清纯 文艺的都市白领梁爽 与不折不扣的屌丝曹文相恋青年 他们对待梦想坚持不懈 对待爱情也是不抛弃不放弃 但却始终不能步入婚姻的殿堂 随着梁爽的姐姐和帅且脱金的霸道总裁的出现 青年的爱情长跑 终究还是要面对现实中的种种难题 最终在骨感的现实下 他们只能分道扬镳 梁爽与曹文的爱情所遭遇的非常值得人们同情 而现实生活中 像他们一样的情侣恋人很多 在至我们终将到来的爱情中 梁家为了能让妹妹过上她所想象的幸福生活 为了拆散这对相害了青年的恋人 想尽了办法 使尽了手段 不仅是一哭二闹三跳楼 更是不惜给曹文下跪 你做什么工作的 你有房吗 我们不能说梁家现实 我们只能说生活在一个现实的社会中 梁家只是帮妹妹做了一个错误的抉择 在这个事件难题面前 梁爽毅然决然选择了爱情 曹文却被残酷的面包打败了 于是一对苦命鸳鸯痛苦的度过了三年 这样的人生悲剧却天天都在发生 每个人不论遭遇多么残酷的现实 爱情都终将会到来的 面包和爱情 无论你选择哪样的 都是正确的 也都是错误的 这句话并不矛盾 因为这本来就是矛盾的命题 通过这样一部爱情电影告诉我们的 无论是面包还是爱情 只是要遵循自己的内心就好 无论将来会发生什么 哪怕是后悔 但至少是自己的选择 整体来说呢 剧情的反转再反转 还是蛮让人惊喜的 结局的圆满 还是蛮符合这个档期的喜庆氛围的 最让人惊喜的便是李嘉明了 此次变身山东大妮 一口流利的山东话 为影片制造了许多的笑点 在这个回家过年 被逼婚的非常时期 看一场可以让人相信爱情的爱情电影 还是满满心的 春雨再继 北漂都在回家的路上 难得的闲暇 可以呢 是对人生进行一次清醒的思考 同时也可以仔细想想 爱情的何去何从 希望大家都能带着 这我们终将到了爱情的正能量上路 无论结婚了 正在热恋 或者是还未恋爱 都可以从中得到坚持的信念 这就是一部电影最好的意义 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 关注速电影 听小伴 讲故事 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